了解 好 來到第二節 都說到市況先 讓我分享一下畫面給大家看看 K.O. 麻煩你給我分享你的畫面給你們兩位看 那就 咦 你的杯子 這杯子很有感情 這杯子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我臨走的時候 然後K.O. 和K.O. 太太就很有心 就做了一隻杯子給我們 這杯子我都是經常都是用的 沖咖啡為主 說回市況先 我知道K.O. 說了一隻新的日本手相 之前就傳去是會比較 一個走回貨幣比較緊縮的政策 但是出來說的話又好像不是這麼陰 那就見到多了日圓就向強位 就是日圓就約回到150的水平 暫時就是149.7 但是歐羅我不夠時間 就是我剛才做節目之前 我看到加拉德還在做那個 披露公司 減了吃餅了 一如施出預期 我知道但是有沒有說放風繼續減還是怎樣 沒有看到 不過老實說如果你看回CPI的走勢 和整個歐盟的經濟發展的話 主要經濟體 德國不用說 德國來說的話 國際造業工業 汽車 汽車來說的話都會面對我們 祖國的不少挑戰 這樣 那麼幾年前那時候 法國老呢 都還 馬克龍呢 還很聰明 那樣 很厲害 因為法國就服務業比較多些 特別是那些名牌 那時候就很厲害了 這個LBMH 帶頭底下來說 這樣 那怎知道剛剛 第一次才說完 LBMH 剛剛這個季度業績都不行 就是整個luxury sector的話 應該沒什麼運行 所以法國來說的話 連這個軟實力 OK 都可能 就是搞不定的話 那整個歐盟區最大的兩個經濟體 都不行的話 那你也抓不起來了 那所以 我想 就是ECB來說的話 那個 就是 減息的 應該呢 都會 就是 繼續下去的 就是應該會是 比較aggressive 其實你看這個圖裡 看見到的 就是 如果講減息次數來講的話 現在呢 就是 如果以西方的央行來講的話 那就是 這個 加拿大央行 和歐洲央行 都是 現在就是 3比3 就是 都是減了三次息 所以就是 但是如果你說 累積的那個減息的 幅度來講的話 那就是 ECB又贏了 OK 因為加拿大呢 三次減息 都是減少了 OK 但是呢 ECB這次 就是三次減息來講的話呢 就已經 減了超過1厘了 已經是 是啊 還是一般的 就是歐洲經濟 都是很暗 那 所以美匯指數呢 就 都反彈回到103.4 那 綁之前就很強 是威是小 這樣 一去到134的那些位呢 那些大巷就說 有機會140等等 這些呢就是呢 可以就是入市去沽的時間 多數會就 就是出這些這樣的報告 那 綁呢就穿回130 那 我想我也說 就是我想下一個減息的 暖儲哥當然都快 暖儲哥就11月啦 那但是 我想英零銀行 這個月 減息的機會都頗高啦 就是 我相信 Eddie在英國來講的話 應該就 那些 生活費啊 通脹啊那些 都明顯感受到 是有些少緩和的趨勢 是吧 很多少少 但是都還是很貴 因為你說的都是 升幅減緩而已 他不會回去之前 就是疫情前的等級 坦白說 大哥 那個叫Deflation 對 這樣就叫充縮的 你要回去偉大的祖國 才有這個 未好的情況出現 不是啊 未出現的 CPI還是 above 0 我對祖國的信心 有信心 所以這些 英國的情況 你說 現在 現在 你回到去 例如 肯德基、麥當勞 那些全部都有10元餐 就是 吃得你很飽 但是可能你頂一頂都夠了 連美團呢 現在都有一些 簡化 總之是 比一般正常劫點餐便宜的 都是十多元就已經可以 有東西叫他回來吃 嗯 不錯不錯 那麼 說到公共性 那麼 中東局勢就 好像是不是以色列 還沒有向伊朗報復啊 就是 正是向黎巴嫩的南部呢 就是 真主黨的一個 據地 就 主要就是攻擊那裡 是不是這樣說 我有沒有跟漏 好像是 看一些報道就說 好像拜登 就 好像給了很大壓力 給這個 就是 立山尼亞胡 就叫他 不要輕舉妄動之類 甚至乎就是 就是 我想他 就是拜登現在來說 當然他都快 就是 走 離開這個白宮了 所以就 都 壓力都沒有什麼的了 不過呢 他都盡量是 就是 起碼 就是 在那個軍備方面來講的話 都還有一些 就是 barking power 始終來講的話 那麼你看看近期 這個 以色列 就是 受到這個 伊朗一個 史無前例的 那個 就是炮彈的 一個集軍來講的話 那麼其實 就是 美國都幫他 難了不少 OK 所以其實就是 以色列 都不可以完全是 就是當美國佬 霸了風 那樣 OK 如果美國佬真的 可以跟他反面 OK 就是他遲些 才把一些 軍備運去的話 其實都已經可以很大劑 所以 都仍然有少少 影響力的 那麼 上次的 伊朗的炸彈 都有些是超音速的炸彈 所以 窮工都未必擋得完 還有窮工 每一支的成本都不小 那麼我看到好像最近的新聞就說 就是 就是 美軍都是把這個 這個 那個 導彈系統呢 就是搬了去 以色列那裏 就是幫他坐陣住 就是如果有些什麼大的炸彈呢 其實殺得其實不太多台 就是大家熟悉就是十年前 有沒有十年 那麼就是之前 就是放了在 這個韓國的地方 那麼那時候還在撲響衛的政府 那麼你記得某些什麼 樂天啊 所有在 就是限航令啊等等 所有的韓國的一些 影視娛樂啊 或者一些商業的活動呢 在 中國大陸裡面呢 都是比較受到那個 就是阻攔 那麼但是 其實殺得其實不太多套 原來只有七號八套 那麼 所以那時候 就是 斯林斯基是想著說 可不可以整個殺得利啊 拜登都說 說不 那麼 反而就是讓了一套 給這個 這個 瑞塔利亞戶 就去以色列 那麼沒有辦法啦 政治是說就是一個重要性 那麼 所以油價呢 都是向下的 之前就 標過上去 就是七十八塊 那現在去到七十塊都回到很快 那麼 那波蘭達油呢 就差了四塊 那麼 那麼 哇 那麼繼續升啊 就是 真是 好耶 就是 那個升幅 就是 完全超出了 那我之前呢 我記得 我也有講過 那麼我自己有拿著Costco 我也是抄 古神巴菲特 還有這個 就是 小小的一個 就是 就是 Chalimonga 抄他的功課 就是不是我自己的 那但是呢 我看到Costco呢 賣 賣些金牌 就是 是啊 那麼最近呢 連呢 雷仲都是 滴不過 就是 就是儲存水塘的內飾都不夠的Platium呢 他也有得買了 我看到他 Costco members are buyingPlatium should you 那 坦白說呢 我之前在香港 因為那時候沒有Costco 你們現在香港就有了 不是香港有 對不起 在深圳 我們在鄰近 那 那 我常常記得你們在香港 都是仲在大灣區的一部份 那 我們做一下 那你不要這麼說 我們的意思是原來的 是 所以我就說我口快快 你不要亂山坡的嫌疑 我口快快說錯了 香港有Costco 就是我意思是說 其實雖則香港沒有Costco 但是你處身於這個大灣區 其實都是自己地方 對不對 所以Costco呢 我就是香港那時候沒買過 就是沒做過Member 但是這邊呢 我住在倫敦 外圍啦 或者Rambley 這些地方都是有Costco的一個 就是 的 的 原來 就是吃過一層尾 那 就是金啊 SILVER那些都是買得不錯 那 連白金都可以買 那 希望可以幫到手 雷總又 不和我一起儲存 水堂 話說 而說金價向上突破 我覺得不一定是關這個Costco 有買這個金牌的問題 而是近期來說的話呢 是有個別央行呢 都對這個 就是 在他們那個外匯儲備 增加黃金的持負來講的話呢 是 就是表示一個比較正面的訊息 那就是我之前講過 其實 就是我覺得 央行那個買盤呢 是一個就是 我認為啦 是一個很主要的一個推動力 那就是 似乎就是 就是不僅僅是這個 就是中國的央行 也不僅僅是俄羅斯的央行 現在有其他央行 都似乎加上這個 就是增持黃金的一個行列 Don't get me wrong 就是我意思說 就是這個Costco 就是有個熱潮 正常我們Costco的概念 以為是買一下 就是這個牛扒等等 杖豬扒 雞扒 那麽 那麽原來呢 金牌其實都有得買 那麽間接地 就是方便你嘛 買開牛扒 順便買一些金 那麽現在可能是 你獲得了日本仔的口味 那麽金箔 什麽東西 那麽要切片 那麽連Costco也有得買金 那麽 那麽會不會對 Adrian井 那麽正如那個 都還表現不錯 那麽間上市公司 又構成壓力呢 那麽 那麽要看看他 那麽怎樣的情況 就是他都是作為一個 是不是這樣說 就是 non executive 的角色 那麽看看之後 他的幫助是怎樣 那麽其他就 咦好像 Copper那些都回來了 那麽現在去回來了 回來了很多 是沒辦法 你中國近來的股市回落 大家對於 還有不是 我想不只是中國的股市的問題 而是大家對於中國的政府 是不是很認真地針對 他們那個經濟的問題 是開始有個 就是 信心的動搖 這麽東西是 那麽大家都知道 就是中國來講的話 就是如果以整個 commodicist來講 就是大媽傻 那麽 那麽 那麽但是如果大家對 他 是不是真的著緊呢 是不是這麽欲緊 這個經濟呢 都不是很確定的話 那麽這些不用想了 那麽慘了 就是 就是雷總經常都跟我們分析 就是每個月 就是CPI數據去推測 或者PMI的數據 推測一下 就是美國經濟是怎樣 那但是如果你要估計 大陸經濟呢 就要看領導人 Supreme Leader的一個情緒 覺得經濟是怎樣 那麽沒有一個量度指標 這些就真是難搞 所以我一直都講 就是政治這麽東西 就是非我能力所及的 那麽所以這個都是為什麽 我比較少投資 就是中國股票的原因 剛剛看到有個 有個breaking news 就是 以色列那邊說 可能他們 他們未確認得到 但是有機會在 剛剛星期四 就是今天 就已經成功殺了 哈馬斯其中一個 一個 leader Yaya Simwa Yaya Simwa Yaya Simwa 他就是 就是 被認為是 十 即是去年 十七號 那個attach的一個architect 對 是 如果是這樣 有機會 可能可以 就是 加沙那邊 那個 那個情況 就會有機會好一點 我未必那麽樂觀 因為諾塔尼亞戶 就是要拆下存在感 他經常都要 不要緊 他現在的存在感 不用在加沙的 可以在奈巴嫩那邊 我意思是 中東的戰爭 不會是 這位哈馬斯的 加沙那邊的人 真的是水深火熱的 加沙那邊可以好一點 起碼好一點 其實我也很奇怪 老實說 為什麽以色列可以 有這麽龐大的人力 去 這麽多個火頭 老實說 Eddie也有說過 其實以色列人口 都是700萬而已 那你對那些小孩子 坦白說還是 哈馬斯 都是 對於蚊比和牛比 坦白說 你不是打俄羅斯 或者打Turkey 打伊朗就難說一點 但是你打哈馬斯 或者是真主黨 還沒有去到那麽 還是偏向懸殊一點 坦白說 軍備的現代化上 是懸殊很多的 是啊 那 這位哈馬斯 如果他真的成功這樣 擊殺了10月7日那件事的主路 對國際上又會很交代了 我們不是真的想去加沙屠殺 我們真的有個目標 而我們成功完成這個目標 我覺得這個是那件事的意義所在 但他又可能是推選另一個領導 然後他又說要繼續殺所有客戶 這個一定是 其實是沒有意義的 是啊 他純粹是做到一件事就是 雖遠必豬那件事 就是說你不要以為 你可以做一件這樣的事 就可以拿起來 他是會不惜任何代價 不惜任何犧牲都會 堆壞你這樣 你倒下 是啊 那麼 市況就說到Crypto Crypto就是 Bitcoin似乎是比較強一點 不知道喔 好像最近我看到消息 又是向Trump Trade的方向 就是Trump Media又升了不少 好像又說有些民調 這個賭盤現在也是Trump又領先 嗯 但是今天我們不夠時間講這麼多話題 這一節剩下七八分鐘 那不如都說說諾貝爾的 你想先講這個法學獎還是Physics 喔 那可以先講了Physics 好的 上個星期都有輕輕講過 其實就是 明明好像是一個 好像是兩個 感覺都像是Computer Science 那為什麼會是 為什麼會是 為何會是頒給諾貝爾 就是 這個物理學獎的呢 其實得獎的兩個人 一個就是John Hockfield 一個就是 怎麼讀 Greffery Hint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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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首先研究這件事是John Hockfield 那John Hockfield 他本身就 真的是一個物理學家來的 那他之前好像寫一些博士論文 都是寫有關於 就是 quantum physics 量子力學的東西 那 但是有一次呢 他就去 就是 參加一個seminar 那 就 聽到 就是 不是他的feel的東西 聽到一個biology 的feel的東西 就是 腦裏面的神經元 是怎樣去到work的 那 這件事呢 他就覺得 很神奇 這件事 所以他就開始 就是 跨學科 去研究 這個神經元 然後他有一個理論 就是想 可不可以用 參照這些神經元 就 做一些模型出來 就可以去用來 推算一些物理學上面的 一些計算 來說 這個時候 其實這可以說 一個網絡神經元 就是 現在AI所用的 一個技術 的一個圓形 他當時 在 加上 成功 所以 攻勞 那個 password 力學研究的地方 反而沒那麼多resources 他 他沒有一個資源 他去了 CALTEC 這是 開 hyper 광ia 的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Nero that shop Keltech 還要不是Physics 是它去從Biology and Chemistry macro dois 那邊,反而有些電腦 是讓它可以做一些網絡神經園 很初步的網絡神經園研究 那麼它就開始做出第一代 真的是 common model 魔路神经圆的模型 其实魔路神经圆是什么呢? 一般的写程式 就有点像食谱 有一个input就是你照着食谱 然后煮出来的东西 基本上你input 什么呢? 你会预期到它出来的内容是什么 你照着食谱煮的布甸 你煮出来的一定是布甸 你煮食谱煮羊洲炒饭 你煮出来一定是羊洲炒饭 是没有惊喜的 但是魔路神经圆就是 把很多问题拆开不同的knots 然后你input information 它的时候 这个knots 所出来的 result 就会配到另一个knots 关联性如果强的话 它又会有一个记录 下一次你再配置进去的时候 它的关联性又会强些 相反如果下一次你再配置进去 就会弱些 所以 网路神经圆的work 那个方法 就不是你一个programming 你有一个direction给它 它会出什么 而是你设置了不同的knots 里面有不同的计算方法 就变成你配置很多data进去 然后它透过大量的反归的feedback 来教育整个system 到最后 就会愈来愈有一个feedback 可以出来 那初期的John Hockfield 用来做网路神经圆的实验 其实是比较简单的 那为什么它跟physics相关呢 因为它最初用来做这些knots的工具 就是一些atomic spin 一些原子呢 它发觉是好像有些少少一个磁铁的特性 它是可以根据一些不同的data 来到有不同的spin 最初只有0和1的spin 其实我觉得 诺贝尔奖里面 它那些press release里面的图 做得很好 其实最初呢 它最初那个网络神经 网络可以做到的东西 其实就是 好像一个人脑 它在模拟人脑是怎样的东西 那就是有一些atomic spin 就是高一点 有些atomic spin就低一点 那就变成了 就好像出了一个landscape 出来这样 所以变成了 你每一次丢个波 它都会follow回landscape 然后去到那个终点 那就是 所以呢 你如果是fit 一个 不像一个j字的一些information 但是有少少像j字的information 它最后的那个output 它的save pattern 都可以做到类似一个j字的 只要你有很多个类似j字的input 给到它 它那个网络神经元的计算 就会慢慢地学习到 可以出到一个j字的input 大概是一个很笼统的说法 然后呢 然后呢 被称为 这个AI之父的Jeffrey Hinton 这个John之前都有特别说 他是一个AI之父 但竟然也是说会有警告 这个AI的危险性 就是这个Jeffrey Hinton 上次也有说过 他最初是一个研究心理学的 就是研究心理学 但是辰转就去研究这个AI 那他后来看到John Hockfield的这个Hockfield Network的理论之后呢 他就更加觉得这东西可以有在AI上的应用 所以就有一定的改良 那就是变成了一个叫Boltzmann Machine的设计 我们还有多少分钟呢 还是可以下一节再说 其实够了 不过我不想打断你 不如如果你这样说 因为我很精彩都在学习 不如如果你讲到 我们下一节再说 好 好